hello 欢迎学习爬程课程 那么从这几个开始的话 我们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在写爬程的时候 我们在把这些数据把它给爬下来的时候 我们会用到的哪些这些存组的方式 那么我们这里的话会跟大家讲到三点 第一个的话就是那个js的数据处理 第二个的话就是那个csv文件的处理 第三个的话就是这个ecell文件处理 好 那么我们首先这几个来跟大家讲解一下 就是这个json文件的一个真的处理 对吧 就是有些时候我们把这个数据爬下来 那么我们把它给存下来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以json这种格式的方式 把它给存出到本地 那么什么叫做js呢 那么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什么叫做js js的话它强称叫做json文件 是叫做js对象标记 它是一种轻量级的数据交换格式 然后的话它是基于aecma script 这个是json文件它的一个超级 就是js的一个子级的一个子级对吧 才用完全独立于编程语言的文本格式来存储 和表示数据 就是这个js的话 它是完全独立于语言的 就是在js当中你可以去操作这个json 在这个python当中你也可以去操作对吧 在这个oc当中在任何一门编程语言当中 只要你实现的这个模块都可以去操作这个json 好那么它是简比较简简比较清晰 是吧 然后的话就说比较简简也比较清晰 那么的话它就比较适合 就是用来做这种网络的传输 比如说我们 我们现在假如我们现在做一个这样的客户端 那么我们客户端 比如说我们做一个网站 那么我们网站的前端开发人员 前端开发人员的话 它和后端开发人员之间进行数据通信 数据通信 它采用的就是这种js的格式 在数据通信 就是前端和后台之间这种数据通信 之前的话有很多种方式 包括xml 包括json 那么因为json的话 它是里面含的数据 它第一结果比较清晰 第二 它含的那些一些无关的数据特别少 就是说比较简洁 那么的话就会比较省流量 对不对 那么的话就这种json 现在是已经 基本上大部分是已经取代了这个xml 作为这种数据传送的一种这样的方式 好吧 好 那么我们这一段的话 就是对json做的一个简单了解 然后更加深层次的了解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链接 这个的话就是百个百科里面 关于json的一个论的解释 好 那么上面的话 对是对json的一个这样的官方的认识 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来 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本地化的 就是说接地气的一种这样的方式 去跟大家解解解释一下 这种json 那么在我们这个里面 就是json的话 json知识的数据格式 我们来讲一下 我觉得的话 我们认识一门认识一个东西 肯定不能说只学会一个概念 你得你得从这么这个东西 它的一些旁边的一些东西 就了解的对吧 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就来说一下 就是关于这个json 他能够支持的这个数据格式 第一个的话 他是支持这个对象 在这个json当中叫做对象 其实他本质上在我们 来到我们pys当中来讲 他就是一个字典 就是一个字典 然后的话 他这个字典的话 就是我们这个对象 在json当中使用的 就是这个花挂的形式 跟我们pys当中的字典 是一模一样的 好 第二个的话 就是那个列表 列表的话 他在json当中叫做 这个地方应该叫做速度 然后在这个里面的话 叫做列表 其实就是我们pys当中的 那个列表 那么他的那个方式 使用的是那个方框 就跟我们pys当中的 那个列表是一样的 好 那么现在下面呢 就是下面的话 就是那个整形 幅典型 以及布尔类型 还有什么呢 还有那类型 就是那个空的类型 那类型 然后还是这个什么呢 还是个字符上类型 字符上类型 字符上类型的话 我们这个地方 一定要注意的一点 是什么呢 字符上类型 必须要用双引号 不能用大引号 这个的话是json当中 必明确要求规定的 好吧 明确要求规定的 然后多个数据之间 使用这种逗号的方式 来进行分开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 再来看一下最后一点 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地方 我把他给 把他给那个标 标记比较清楚 对吧 就是强调了 这个json 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字符串 明白 是吧 json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字符上 就说 如果你这个 就是这个json 这个json的话 他 他本质上 就是一个字符上 只不过 他是要满足一定的条件 的一个字符上 对吧 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比如说 我来到最简单的例子 这个字符上 你在这个字符上里面 你如果还有啊 如果还有其他字符上的话 你就不先刷以后来表示啊 然后如果你表示一个啊 一个整齐的话 你可以写个一啊 就是满足满足这个json 格式的一个真的东西的一个真的字符上啊 就叫做json 那么我们这边的话 来打开下一个网页 给大家来看一下 这个网站的话 大家就可以去测试一下那些json的啊 一个叫做json.sing的这个网站啊 这个网站的话 他左边这一块的话 你可以列出一些 相关的json数据啊 右边这一块的话 就可以列 就他就会给你 把它给结构好啊 把它给结构了啊 好 那么我们在这段的话 可以写一下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地方定义好一个站的字符 对吧 那么放到我们这个json 就可以证据写啊 然后的话这里面 然后比如说我这个地方定一个什么呢 定一个那个 诶 U4对吧 这个地方是那个 比如说是资料啊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构成一个这样的json自负账啊 并且这个地方的话 大家要注意的一点是什么呢 自负账当中 你必须用刷引号 不能用单一号 对吧 比如说我这个地方用单一号啊 用单一号 好 那么这个地方的话 他就说报错了 对吧 就是就是报错了啊 然后我们这个里面的话 还有一些什么呢 还可以停歇其他的那个资料 对吧 比如说那个 呃 那个叫做tags 好 写着给个啊 tags tags啊 然后这个里面 tags的话 他又可能是个列表 那么我们这边就给个列表啊 这里面要给他改成这个双引号啊 好 然后的话这里面我们来写一下 对吧 比如说是那个 1 2 3啊 好 这必须刷一号 必须刷一号啊 这个地方 就这种形式 对吧 他你左边去写一个无序的一个这样的 就是说没有格式的一个这样的格式的啊 呃 这样子自负账 他右边会给你那个格式化好 这样的话 你看下去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看下去就会比较方便一点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就是我们json的一个人的 呃 简单的认识 好吧 简单的认识啊 就是以后我们在 呃 有些后期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讲到这个什么呢 阿甲克斯啊 讲到这个啊 啊 阿加克斯 就是去抓取一些阿甲克斯的数据 那么阿甲克斯的数据的话 他采用了就是那个json的格式 进行数据进行成熟啊 那么后面的话 我们会跟大家讲到对吧 就是呃 用用我们这几个跟大家讲的这些json的这个处理方式啊 去处理那些东西 好吧 好 那么这几个的话 我们就是关于这个json的这个认识啊 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吧 好吧 同学们的话 我相信应该是已经了解了吧 啊 好 那么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期课程就讲到这个吧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好